那麼今天立法院開會 那麼禁電視案在立法院炒翻天 國民黨委員說要求禁電視撤照 把執照給撤了 你這什麼去關說還不撤 那恩師傅也要下台 那陳耀祥還自己背一個手板 好像主持電視節目 請尊重獨立機關 他少打了一個問號 請尊重獨立機關 恩師傅是獨立機關嗎 那這邊國民黨就說 恩師傅出爛 恩師傅查不查 這邊是在野地委提的 那這邊就說你尊重我 就變成這個舉牌 雙方各舉牌了 蔡必如呼籲府院一起去告裴委 既然裴委講你們關說 你們說沒有 那就告他不就好了嗎 告得好在哪裡 檢察官會查 檢察官要查 查的時候你不能不拿證據出來 做偽證是五年以下的徒刑 非常重的 所以說被檢察官一調查 基本上不敢做偽證 你就把真相查明出來 陳耀祥是說 被問到說洪耀福到底是民間友人 還是總統特使 洪耀福有沒有關切 有沒有關切過 陳耀祥說關切很多 不認為是那有沒有 有了 按照這講法是有了 只是不只他關切 別人也關切 意思是外界關切很多 但是我沒有認為他是施壓 他只是來惱一惱我而已 並沒有過壓力 是這個意思 你聽了都是避重就輕 時代力量說是服彥施壓 放錢的進電視 要求成立調閱小組查明疑點 時代力量原來是很綠的 一個政黨對不對 為什麼這是在拱這事情 中間你自己想 中間一定有他的巧妙 這不是藍影搞的 不是國民黨搞的 對不對 是時代力量把他先爆出來的 為什麼 到底他們內部的股東之亂 股東之爭 新舊股東之爭 還有民進黨內之亂 賴清德人馬跟蔡英文人馬 之間的之爭 才搞到今天這麼越熱鬧 外面才有資料 否則怎麼會有資料 這資料怎麼出來的 一定是這樣出來的 NCC認為裴委違反公司法 財報有疑義 那這樣的話 還能繼續給他執照嗎 很怪啊 來 蕭總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其實就完全照 裴委他們的計碼來演出 他這時候只是不小心講出來 講出來大家其實都很清楚 在新聞家人家都很清楚 這個就是蔡英文指示的 他們自己每個派系 要有一個台 他自己沒有台 金玉兄自己在這邊也很清楚 過去2008年那時候民進黨 四大天王在角逐的時候 自己就吐露出來了 尤錫坤講 自由就是自由書報 蘇貞昌的報 那三立當然就是血系 那時候他自己講對不對 大家也很清楚 民視就是比較親政國會 所以民視在報導林家榮的東西 就特別明顯 我們看到其實民進黨很多人 大家也很清楚 環宇台就是比較親潮流 可是蔡英系沒有台 所以今天看到裴委講這東西 很多人了解說 原來是這樣分配的 通通有人 為什麼洪耀福要這麼賣力 洪耀福當然是蔡英文第一次 當民進黨主席 那時候民進黨最肌肉的時候 然後陳明文把自己愛將 一個處長 嘉義憲政務的一個處長 把他送給蔡英文說 我的人給你用 所以他們的革命感情 是這樣來的 他當然是百分之百代表蔡英文 所以他去講 比蘇貞昌去講愛國力 他怎麼講 他告訴說 你不要認為說現在在公投 現在公投 如果裡面有一項 夠行政院長是會下台 公投如果沒有夠 行政院長下台還是要夠的 因為這是總統的旨意 所以不管誰來當院長 我都要夠 就是大家陪委的意思這樣 所以你把這一東西看了 就會發現原來他們這樣 大家都分好了 整個NCC有沒有什麼獨立性 這大家所心知肚明 什麼時候獨立過 蘇貞昌從來不把這個看在眼裡 蘇貞昌過去當行政院長 他把NCC的兩個委員把它開除 委員是經過立法院 同意的你已經沒有權力開除他 雖然是你體育營對不對 你完全同意除了檢察總長 除了監察委員 你怎麼可以把它開除 這兩個被開除 一個是劉孔中教授 大家也很清楚 他法力 中研院法力學者 一個吳中級教授 台大經濟系 兩個被他開除 所以你可以看到 蘇貞昌本來就不把這個 放在眼裡 當初前年7月 總統府號稱有個文件流出來 流出來以後大家講說 到底怎麼會流出來 總統府指控是對岸幹的 駭客後來發現不是 他們有個人把手提電腦掉了 然後裡面的資訊就出來了 很多媒體大家都做到 都收到了 然後收到以後發現說 原來他們要找兩個親力學者 幹掉另外一家 他們認為不爽的電視台 這電視台就被幹掉了 所以完全照基本 這一次裴尾所講的 完全照基本 這是第二次照基本演出 所以民進黨把手伸入NCC 其實他完全不避諱 他們用這個方式想的是什麼 我如果掌控媒體 掌控網路 我在選舉 我就全部可以一把 所以他們把這個看得非常重 我們其實在新聞界這麼久 都知道民進黨 對這種他從來不放手的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一定高層 黨政經要推出三台 結果他們搞第四台 那時候國民黨害怕了 就給他第四台民視 那時候陳建平的爸爸 陳天馬也弄一個電視台 他認為說 台視中視華視都在北部 我們高雄應該有一台 他們搞了一個叫亞太 結果跟民視 其實亞太是比較健全 因為他從老三台挖很多好手 而且財力也很夠 結果國民黨考慮說 給民進黨一個台 就是民視 是不是 他的過程就這樣 現在搞了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平衡 沒有 但我們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民進黨後來發現 原來搞媒體有這麼多好處 媒體可以養很多人 媒體可以搞很多錢 然後搞了這些人 你讓他進入政界 那個實力就很大 他們媒體 譬如說講川了 三例可以 每次民進黨裡面 他可以介紹一個不溫期立委 像李經理怎麼會優秀 當那麼多屆立委 沒有被推薦不溫期 我講真的 幹太久了 他每一切都推薦 習國勇就這樣進來了 林楚音就這樣進來了 我告訴你 他們把這個都認為 是一個派系的力量 派系的力量以後 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甚至可以去要挾 很多部位所長 所以陳耀祥其實害怕得不得了 因為他一直在代理的時候 被蘇貞昌恐嚇 蘇貞昌把前一任的主委把他趕走 所以你什麼都不管 後來他主委和一些委員指導走了 走了以後 他就讓陳耀祥代理 不讓他上任 據說你好好給我幹掉 那個電視台 他做得很徹底 所以蘇貞昌對他很欣賞 比我要求的還多 我們看到整個媒體 在民進黨掌控之下 在台灣 這個已經是不堪文問了 他們把這些媒體掌控 就是為了選舉 選舉以後就可以執政 執政大家就來富恩吧 就海撈 對不對 這個財術科 這些媒體不是只靠媒體賺錢 你以為他只靠媒體賺錢 靠草地皮賺錢 台南 怎麼叫台南 台北這邊也很多 他因為他有這個關係 所以他去草地皮 變更地木等等 那都是幾十億 幾百億的利益 不是靠媒體 媒體有多少錢 媒體當然是賺 你看那個等等我們會講 三立民事就拿了 農委會就拿了四成的標籤 但是就算標籤的是幾千萬而已 地皮炒多少錢對不對 他那個力量影響 中央政府地方這麼多 都不敢得罪他 就變更地 當然要配合他 你問農業就知道 你們五勝那一塊地 怎麼變 好不好 等等請他講 NCC剛剛講的是說 NCC說靜電 董監認為培違違反公司法 財財有意義 董監都認為 你NCC都處理嗎 不是很奇怪嗎 來 哪一經 我看這個 陳耀祥今天不是說 尊重獨立機關 是不是 NCC是獨立機關 我覺得真的是笑掉大牙了 大家難道都忘了嗎 他在代理主委的時候 當時他們本來通過了台數科 結果後來 這個蘇貞昌震怒 一個禮拜 就叫NCC把那個照給撤 你是獨立機關 你是獨立的這個主委 真的不要開大家的玩笑了 第二個 洪耀福到底有沒有介入 這個靜電室 這個不是要我們說 是他自己說 他在當初 靜電室成立的過程之中 他接受網路媒體 性傳媒的訪問 他說這個靜電室的成立 是府願有共識 府願有共識 然後找了他這個民間的 跟各方友好的人士 然後出來來進行這個參盤 原來一個靜電室的成立 一個新的電台成立 要有府願有共識才行 這個府願不介入 這個不算介入 什麼叫做介入 這就是睜著眼說瞎話 然後現在 這說實在的 我看到裴偉在接受 潛秋的訪問的時候 他反正現在就是一肩扛下來了 這個對於到目前的 這個案情的發展來看 斷尾求生 斷裴偉那個尾 是 沒錯 就是說但是關鍵在於是說 現在是因為在封頭上 所以他們現在 這些他就是斷 但是還沒有完全斷 必必封頭 對 就是必必封頭 現在民進黨這個策略 就是封扣斷尾 封了周玉寇的口 先暫時的斷一下這個裴尾 可是這個封頭過去了之後 未來怎麼辦 因為關鍵還是在靜電室 就是說靜電室 但是他現在今天面對到的 這個問題 他的資金是非常的不夠了 他可能11月的時候 資金就燒完了 可是今天陳耀祥在回答 這個相關問題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是說我們尊重 公司的內部治理 可是我們看當時 他們通過這個靜電室執照 他們長的 非常長的這個付款的 付款的條件裡面 有關於他的財務的問題 有關他這些問題 他都要即時的向NCC報的 他今天他明明知道 他有這些問題在這個裡面 他為什麼不讓他報到NCC 不即時的做處理 他們現在就沒有辦法 做出這下一步 他除非做出這下一步 才證明他是獨立機關 這個獨立機關是什麼 就是撤照重審 但是陳耀祥會這樣做嗎 不會做 他們還在關風箱 府院有共識 他怎麼會把他撤照的 他是獨立機關 他是獨立機關 對他們來說 不算是獨立機關 可以做什麼 所以這些問題 是獨立機關 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他是獨立機關 對他 對他 肝竟然 是獨立機關 所以 他